可以封藥蟲先生做糖果食物設計大王 你平時... 是嗎? 是呀,很喜歡的 年輕時的藥蟲先生是一位模特兒 曾經活躍於男性時裝雜誌的無德醫界 他六年前開始製作各類型食物 接著開始創業 沒多久,被這家老字號百貨公司看中 他的食物終於在百貨公司上架 還掩起了一股熱潮 他的品牌一時間在日本沒有人認識 對象是二、三十歲的男性 現在學生的保育 經常都會賣很多東西給自己 幸好我們看到的報告姚貞 都合作一票 上年,他們被世界最大型的 珠布力展覽會邀請參戰 現在,他們的產品已經打入巴黎和紐約 日下只成為世界性的品牌 這些這麼有趣的食物 怎麼會有個狗屍呢? 我們來聽聽 拍照的功誌 合車的運動 我看看 你的手術 這個開車 我們來觀察一下 我們來觀察一下 我們來觀察一下